欢迎来小圣市,我是启耀 DFC炸鸡店在今天除了闹出了轰动全马的Type-C事件之外 今天他们在另一样事情又出包了 也就是因为马来网民特地把他们的整个菜单搬出来 就批评他们在马来文法上竟然是漏洞百出 不要讲说马来文法就连一些基本的拼音他们也可以拼错 而他认为如果你在这么简单的菜单里面 这种基本的错误都可以犯的话 那相信你这个店是走不远的 因为很简单的小事做不好要怎么做大事 连一个字都会拼错的话 那可能你在炸鸡的处理上会不会有疏忽 而这一个贴文其实也引起了马来网民很大的轰动 那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到这个贴文里面 我们来看看到底马来网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Let's go 那我们来到了这位马来网民Azari的帖文 他说很多人已经就DFC的这个type C事件去骂了这个小编了 那他就不重提 只是他自己在看着这个菜单的时候 他认为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在里面 他就问他到底是在用着什么样的语言呢 他还有给一些例子像Galaxy Sauce 这个I am 3 piece I a cup 2 piece I am goreng 等等的 而且呢 还有就是这一些在菜单写明的价格 竟然还没有包括这个6%的这个服务费 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菜单 所以呢 他说啊 不只是这个小编要出来跟大家道歉 做这个菜单的人 还有批准这个菜单的人呢 利益也要出来这个负责任的 大家是在做生意 你懂吗 这是identity corporate 这是一门生意 这是门面 如果呢 你想要玩一些很catchy的 就是你要借助可能你很roger一点点呢 去吸引注目可以啊 但是这一个是菜单 这是一个菜单公司的门面 如果这是他学生的这个作品呢 他一定会把它弄它不及格 然后再重新做过 好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一个 引人注目的这个菜单 这就是这位马来网民讲的这个菜单 他刚刚讲的一些事情 真的是出现在里面的我 像这个Galaxy Sauce 其实应该叫做Sauce Garlic 他语法上是这样子 然后他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呢 为什么要叫to peace I am going 就是为什么就是突然间to 然后英文peace I am going 他觉得马来文法上就是不对 还有一些更夸张的 什么叫I cup 就是I cup是白开水吗 还是什么就是汽水放在杯里面 这根本就是已经出现了 让人混淆的这一个状况 然后我自己察觉到的一些怪怪的东西 就是你看这个Mesh potato 这个很明显就是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错误了 这个拼音的错误 应该是Mesh potato吧 P-O-T-A-T-O 但是他们在这边呢 其实也是打错了这个字体 而且你看上面一下子就是马来文 然后去到这边用Mesh potato 就是英文然后跳来跳去 就让很多的这一些马来网民觉得 其实这是非常的混淆的 而且他没有提我 还真的是没有注意到 各位看一下这一个菜单里面 其实你比方讲我们看说 我这一个Z I am Goring 炸鸡的这个套餐 两片鸡肉加一杯水 我不懂是白开水还是汽水 已经17块了 其实这不算便宜 甚至可以讲说呢 有比KFC稍微贵一点 而且呢这一些价格 还不包括6%的这个service charge 所以呢你这个价格如果加回去 其实是更加贵的 更加贵的 所以呢我不太知道说 这一个菜单出到来 到底哪一个会比较给人的勾兵 是他的语法呢还是他的这个价格 那我们马上就来看看 你看啊其实这个贴文有整6000多个人 是在关注的 去按那react啦 ok 然后呢 第一个 骂的人就说呢 普通的马来文 这样子都可以用错 那请问呢 这一个生意呢 还能持续多久 ok 然后呢当有一些顾客 针对这一个产品 他们这个这个卖的炸鸡呢 给出批评的时候呢 结果却让人觉得啊 这是在敌视这个店啊 所以呢 他就讲说 请这间店呢接受整个事实 如果要在这一个生意上成功 就必须把对的人放在对的这个位置 这是第一位马来网民的这个 这个评论 然后你看到有180多个人是按赞的 所以我认为他的重点不是讲说 到底这个语法上对还是错 而他展现出的是一种态度 而人家觉得 如果你对于这个语言上 这个这么基本的 每天日常用的马来文 都可以有这么多的错误 那请问这间店能持续多久啊 我觉得是相当合理的 这样子的一种批评了 下面就有人说 这是巴瑟罗加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他跟他说如果要成功 就要接受这个批评了 不要一直往外抛 像是他们讲的type c的那个事件 ok 然后呢 看有人是在意的 他觉得很可悲 因为呢 不只是这个 这个国语跟英文的错乱 而且呢 一下子有potato 一下子有potato 有人注意到这个事物在那边 ok 然后 哇有人在批评了 像这位马来朋友说 这个kfc的burger跟炸鸡呢 都没有到20块 然后他们现在要收到20块 还没有包括6%的这个charge 所以 这是真的 所谓的没有到很实惠的这个感觉 那这位马来朋友呢 就持不同的意见了 他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这个menu虽然是 不是很正式 但是其实大家都明白 他反而讲说 哇这里好多国文老师 然后下面的回复就讲说呢 哇你到了这一个分上呢 你还持着这一种态度 你自己的这个语言呢 你竟然可以自己不重视 所以你看到普遍上还是觉得 这个是马来文的语法 是应该要着重的 ok 然后呢 你看这边写呢 我们去批评这样事情呢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呢 这个是上层道了 连普通的这种拼音都错 那请问你要怎样过关呢 ok 要怎么过关 要写国语就写完国语 要写英文就写完英文 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尤其是在菜单上 菜单上应该要正式 才能凸显出你整个公司专业的这个态度 这个马来同胞说 秉持着你怎么看待小事情 就是你怎么去处理一切事情的态度 如果这么简单的这个菜单都会出错 那久而久之 这个食物的品质肯定也会不怎么样了 那接下来一位呢 就是这一位说的 这个生意呢 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学问跟研究 纯粹开始就是要对抗KFC 所以也是在拴着这个DFC 那看完了这么多的这个评论呢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察觉到 这一个菜单的事件呢 普遍上是受到很多马来同胞的这个抨击的 因为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种语法上的问题 是很基础的这个事物都竟然可以出现 就证明讲非常非常的不严谨 所以大家更多时候是批评这种散漫的态度 而不只是马来语法 最后很多人会觉得说呢 这个DFC可能是想借助这个Type C事件 或者是这个菜单事件呢 在拨很多的眼球拿免费的宣传 但是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拿免费的宣传 那你必须要确保的就是 你本身是准备好被宣传的 你想看如果借助Type C的事件 你让很多人来看你的脸书专页 结果看到你的菜单又比人家贵 又漏洞的摆出 马来语法又错 这一点其实是带来了负面的这个选传 反而让人家更觉得 你这个店是不值得信任的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策略上的事物 那也希望呢这个店呢 可以好好的马上改进 然后呢真正的推出 让人民吃得安心又喜欢的这个炸鸡啦 那这期就跟到那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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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